曾经在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大修行人 他们用非常频繁的生活去演绎佛法的修行 不过就是家常变繁 华言中杜顺和尚 据称是文殊菩萨化身 他身边有一个跟了多年的弟子 这个徒弟跟了师父一二十年 天天跟着师父做什么呢 这个师父别无奇特 每天早早起来一部大方广佛华言经 送完就到外面去干活了 种地呀干活劳作 朝晚晚上再回来再送一部华言经睡觉 每天如此 别无奇特 跟了这么多年 他有那么一点点不耐烦了 这一天就跟师父说 师父啊 弟子有个心愿 想要去五台山 朝礼文殊菩萨 暂时离开令老人家 师父就笑了笑 你是真的要去拜文殊菩萨吗 真的 师父就说 不去也罢 在这边拜一样的了 徒弟以为师父在留他 就说那不一样的 我要去拜文殊菩萨 师父看得很执着 就送他几句话 一定要去呢 好志尊重 送你几句话 说游止慢波波 慢波波就像流水一样 随波驻流啊 你出去就是随波驻流 不晓得你到哪里能见到菩萨 台山礼土坡 你到五台山 你真的能拜到文殊菩萨吗 你不过拜到一堆土而已 一堆土五个台 顶多是拜到文殊菩萨 礼树的形象 那是文殊菩萨吗 不是啊 是台山礼土坡 文殊指这事 何处礼弥陀 这话说的很明白了 文殊啊 文殊就在这里 其实这一语双关 文殊在这里 一个是暗示 文殊菩萨的身份 另外一个呢 在点化他 文殊菩萨 极是自尽 哪里是向外能求得到的 你到外面 就找到西方极乐世界 也见不到文殊菩萨呀 顺便还让他捎两封信 这两封信都给很特别的人 给什么 猪老母 清娘子 地点告诉他 让他去找 找来找去 按照那个信上的地址 猪老母是什么呢 一户人家养的猪俊 很大的猪俊 他说找这里呢 有猪老母吗 他以为是养猪的一个老太太 猪老母猪老母 他说没喊 那个老母猪啊 就喊 别喊了 就是我了 发信 拿给他看 猪老母就说 哦 我这老朋友要回去了 叫我也跟他一道回去 说完 他就站在那里 往上了 圆寂了 再去给那个清娘子 清楼里面的妓女 这徒弟就想 这师父什么人呢 都交些什么朋友 离开他也没错 清娘子拿到信一看 哦 要叫我跟他一道走啊 那我们都回去了 看到信就走掉了 那两个是谁啊 观音菩萨 普贤菩萨 到这个时候 这徒弟还没有明白过来 到了舞台山 舞台巡礼过后 遇到一个老修行 说有没有文殊菩萨化身在这里 老修行告诉他 文殊菩萨这段时间不在家 到长安去度众生了 长安 我从长安来的呢 哎呀 长安的度顺和尚 就是文殊菩萨化身啊 哦 这个徒弟一听啊 不得了不得了 不说了不说了 赶紧回去 紧赶半赶 回到长安 黄昏城门关了 第二天进城 昨天晚上 度顺和尚圆寂 这一类的视线 在历代大修行人当中 比比皆是 但是我们今天的学佛人 对这些不以为然 我们更喜欢的是 有没有一个师父 能够手掌放光 给我摸一摸头 就让我脑袋开花 我说的开花不是脑袋裂掉 我开智慧啊 脑袋放光啊 业障消除啊 有没有什么咒语 一念神神秘秘的 然后我业障全部都没有掉 或者给我一个什么 加持过的法宝 往身上一带 所有的妖魔鬼怪 离我十万八千里 我们是希望这些东西 像印光大师教我们 学佛修行要怎样啊 要上尽下河 要忍人所不能忍 行人所不能行 要待人之老 要成人之美 要静坐常识己顾 要闲谈不论人非 我们轻轻就把它揉成纸团 丢一边去了 哪里还以为这是什么开始啊 但印光大师 也是大事之谱上 成员在来 一生的修行 并无奇特 这在为我们表演啊 真实的佛法 就是生活之法 感谢éu 感谢宝 优独猪